我们晓得罗大悠先生 他在我们流行歌坛的行列里面 可以说一直是各种的翘楚 不过您刚刚那种表演 也帮我们带回了过去的台湾文化 我觉得您对于我们台湾文化的保存 以及这个延续 的确是一位功不可没的 一位了不起的艺人 所以罗大悠的歌曲 的确陪伴我们度过很长一段时光 这个对人类的贡献 是相当值得大家来深思一起探讨 包裹头带都要好好反省 我拼够两手牵 悲欢离合总有不变的现局 我们很高兴为各位邀请到了这一位 那可以说每一次他出片 都会有让观众朋友感到非常满意的 这个惊人的杰作 非常具有个人风格的一位 那就是我们歌坛的大哥 罗大悠先生欢迎他 罗哥你好 老板你好 今天真是非常的难得 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罗大悠先生 又有新的这个创作 要呈现在我们观众的眼前了 对 我刚刚在旁边 只是仔细推销一下这几个人呢 我一看不是TOKYO D 原来是台湾D啊 请团组给我们一一介绍一下 好 那我们就从女士开始 我们的阿观是我们的小学音乐老师 对 阿观小姐 欢迎她 谢谢 第二位是 我们的青春玉女 小盈 这一路就让我们捏一把冷汗 对 捏一把冷汗 你看她这个已经身怀六甲 对了 她其实是十二月中间的身怀 李玲小姐 欢迎她 我是制作人 我是制作人 对 《预产期》是十二月 十二月 射手座 不可以这个为了配合我们罗哥 全省巡回表演啊 对啊 动了胎气的怎么办 我跟他讲说医生在场 随时有没有问题马上急救 哎哟 这边有问题 李杨他是房地产公司的老板 哎哟 这又跟这位是 小杨 他是专门唱这个台语歌曲 跟制作台语歌曲 哦 欢迎她 小杨 你好 那个世人无数 能够网络这些团圆啊 一定是有相当这个 有他们的长处 我们也谢谢他们 掌声先给他们鼓励一下 先到下去休息 接下来就跟我们罗哥 好好反弹一下了 可以 我们晓得罗大佑先生啊 他在我们这个流行歌坛的这个行列里面啊 可以说一直是各种的翘楚 不过您刚刚那种表演也帮我们带回了这个过去的台湾文化 我觉得您对于我们台湾文化的保存以及这个延续啊 的确是一位功不可没的一位了不起的艺人 好 那么这个今天请您到现场来呢 我想要多让大家也回味一下 好 过去我们罗大佑先生留着长发戴着太阳眼镜 非常性格的在台湾 可以说这个所带出来的歌曲跟个人的风格 深深地印在我们观众的脑海之中 谢谢 所以我们想说要求您在现场多唱一唱过去的歌曲 好 回味一下 那伴奏呢 我特别今天也帮您邀请到一位 伴奏呢 伴奏 而且他的的确确呢 是我们罗大佑先生的歌迷 是吗 他从国中的时候就喜欢看这个听您的歌曲 专门收集您的海报啊 相片等等 而且呢 因为如此经常接受您的这个歌曲的洗礼啊 他呢 也已经加入我们演唱这个事业的行列 这样 目前也拥有相当这个广大的这个歌迷 所以您一看到他应该会很面熟 您也没想到说 原来他就是过去非常崇拜你的一位歌迷 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来欢迎余冠华先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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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大哥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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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冠华 余冠华 今天呢 这个来我们龙兄虎弟啊 特别打电话把我们余冠华邀请到现场 因为他在我们龙兄虎弟曾经模仿过 是吗 就在不久前而已 还热的 今天是不是第一次跟我们罗大游先生同台 对我是不只是第一次同台 也是第一次见到罗大哥的本人 真的啊 对 我写过一封信给歌手啊就是写给罗大哥啊 啊真的 一辈子只有写位置 我没有说到 对 然后 我们唱片公司的那个 那个企划人员 不是啊 那你那时候是多少年前写的先讲呢 那个时候我国中耶 国中吗 是 你国中就开始听我的歌 对对对 因为我国中的时候你们都刚出道嘛 对对对 什么时候开始 怎么把我们的年龙的差距秘密讲出来 那个时候贝哥是黄金拍档嘛 是啊 我一直以为余冠华 看起来很老 跟我们年纪差不多 您到底是几年次的 我是民国五十八年了 五十八年了 是是 大概比你大个三五岁是有的 差不多 今天我想请您无论如何 第一个让你们那个 让您能够如愿以偿啊 然后呢 希望您帮我们伴奏一下 好的 看能不能引诱我们罗大哥 多唱几首过去的歌 可是贝哥 在偶像面前都是很卑微的 所以我今天的演出呢 可能只有我三分的实力 希望 哇 先给个借口 希望各位朋友看到 这样的演出希望能够 不要让我 不要把它当作那是我的实力 哎 那么 现在我们就 是不是由你来选歌 OK 好 那我们就从最早期的开始 早期的 早期应该是最具代表作的一首歌 就是 那首很叛逆的歌 叫做 鹿港小镇 对 勇先生 回到鹿港小镇 请问你是否看过我一爱人 想当初我离家是他一时吧 有一颗山亮的心 和一圈长发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鹿岗的街寸 鹿岗的渔村 马祖庙里烧香的人们 这里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繁荣的街道 过度的小镇 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 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 还有什么歌曲 后来其实罗哥已经退休了四年 已经有四年不在台湾的歌坛 那时候再度回来的时候 造型就已经改变了 改变了 我们没有看到以前的罗大友 然后那个时候带了一个医生的那种 好像是很正经的眼睛 然后理了平头 然后唱的歌路跟他的唱法 也都有一点点的改变了 有改变了 他那时候代表作叫做 炼曲1990 从80唱到90 所以罗大友的歌曲 的确陪伴我们 度过很长一段这个时光 这个对人类的贡献 是相当值得大家 来深思一起探讨的 包括罗大友 都要好好反省 很重要的是 影响到我们这些后辈 虽然也许我们 不见得在歌坛 曾经像罗大友这样子 但是我们还年轻嘛 刚刚谈到我几年次 58年次 还有一片很好的未来这样 所以我们都可以继续 是一个非常优秀 而且碰到自己真的 心目中的偶像 还是会有点紧张的 其实呢 你要是不在的时候 他的表演就不是这样子 我相信我们有一段 VCR可以来做证明 有准备了 你可以看到他非常狂野的 这个没看到 来模仿我们罗大友先生的表演 我们再来 给他破功一下 看一段看一段 好 主要是要来表演一个 我从小到大 大概只有这个歌 是不是我的偶像 他的名字叫做罗大友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乡 没有霓虹灯 路纲的清晨 路纲的愚春 马朱苗的肖像的人们 还有一个就是 他后期只有改变了嘛 我们刚刚说到 后来他就没有这个场 没有这个东西了 味道当场差很多 对 干了没有干了没有 那个时候那个 就是这样 带一点假发 假发 那个墨镜的 是 您觉得模仿得怎么样 像不像你那个时候 非常像 但是那个罗大友已经不见了 就把这个位置交给您吧 是 刚刚有一句话 这句话相当有一点 这种残疾 这个哲理在里面 可以 那个时候罗大友已经不见了 对 见山是山 见山又不是山 见山又是山 那么再来一首歌 再来一首歌 再来一首歌啊 好 这个大家也很熟悉 而且这个大陆味道很重 叫做爱人同志 爱人同志 哦 试试看 这个歌不能这样 这个歌要浪漫一点 这是NG吗 对 不是NG的 这个是明国77年的时候写的歌 是 我试试看 哎呦 哦 哦 耶 可以吧 可以 每一次闭上了眼 就想到了你 哦 你想一句美丽的口号 回不去 在这笔盘斗争的世界里 每个人都要学习 保护自己 让我相信你的忠诚 爱人同志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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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饼隔两手牵 悲欢 你和总有不变的陷 去 那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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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手前不變的臉 對 今天有什麼要求要跟羅哥 要求啊這把吉他是我最心愛的一把吉他 我有很多幕吉他 然後我的要求是說 希望羅大哥在這上面留個名 好 來來來 一百年之後他還是一把名型 百年之後情在人不在 1995年十月十四 對不對 這個很肯定的吧 對不對 哇 有意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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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